宋杰转移话题 我们还是别讨论这些了 你可以带我们在学校逛逛吗 沙家点点头 可以 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先去报道 然后你带我们在学校里面逛一逛就行了 宋杰说道 沙家应了一声 带着他们前往办公区域 杰哥 你在哪里认识的小美女 莫凡用胳膊撞了撞宋杰 之前在埃及认识的 宋杰回答着 真有你的 莫凡给宋杰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他们从华夏到这里 一直都在赶路 不类是不可能的 宋杰说道 谢谢了 改天请你吃饭 沙家沉默了 宋杰无奈 应了一声 打开了房门 那就先休息 然后准备一下明天的课程 宋杰说道 沙家疑惑 你要去那里做什么 没什么事 就是来跟你们见个面 顺便和你们说一下上课的事情 公本心笑着道 你想去哪里 而且 那边有很多个山岗 你想过去 可能要找到其他山岗 才能判断出第九山岗的位置 沙家解释 沙家点点头 这边是教室公寓 你们住的地方就在里面 宋杰点了点头 这点他还是知道的 有 宋杰话音一落 用画壁将分身变了出来 分身 沙家看着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宋杰 有些诧异着 难以置信 这当然不是他们搜集来的线索 而是宋杰本就知道剧情 宋杰之所以用分身 也是想让他过去探探路 到时候 他能更快找到撒朗和无苦他们 不过你不是还要继续教学吗 你过去 那教学怎么办 沙家问道 有没有更快的办法 宋杰问道 公本心 这个名字很耳熟 宋杰微微一正 看了看自己的身份 宋杰点了点头 行 魔法时间刻我的 其他你们自己分 然而没一会 宋杰的房门就被敲下 公本心跟他们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随后就离开了 这是他明白过来 这个公本心就是堂中的线人 同时也是审判会的外聘人员 我想去安地斯山脉的第九山岗 宋杰说道 沙家点了点头 随后带着宋杰来到了山岗的传送镇 传送镇可行 宋杰这才想起来 可以使用传送镇过去 沙家植入主题 你来奥获斯圣学府应该有别的目的吧 宋杰点了点头 看来你已经猜出来了 沙家立即点头 他很喜欢这里 当然不会让黑教廷毁了这里 这是第八山岗的传送镇 第九山岗的没有 沙家解释道 卧槽 沙家话很少 回应了一声后离开了这里 那边是妖魔帝国 所以他们很少去那边 有什么事我能帮得上忙的吗 因此 撒朗和吴苦等人正在安地斯山脉里 在沙家的带领下 宋杰三人对这里算是熟悉了 等他将黑教廷的事情告诉沙家之后 后者忽然皱起了眉头 沙家点头 有 可以使用空间传送镇 不过这样的话 你有可能会死在传送镇里面 没有 他有我全部的实力 宋杰答道 按道理来说 他理应站在是宋杰的对立面 2A09 BACE 7400 18 50 C9 沙家相信了 可以 理论课最伤脑筋 所以他们都不太想 只是 他现在也没有什么关于黑教廷的线索 沙家沉思着 这样的一个人 真的是罪大恶极之人吗 怎么了 麻烦带我去一下传送镇 宋杰说道 杰哥 我们现在分一下课程吧 莫凡说道 你怎么在这儿 穆白叹了口气 理论课就理论课吧 莫凡和穆白都想抢魔法实践课 毕竟这门课程不需要准备什么 穆白沉默了 现在有点累了 不如我们回去睡一觉 莫凡提议道 我们搜集到的线索指明 他们就在那里 宋杰回答道 宋教授你好 我是负责你们的导师龚本心 龚本心介绍道 沙家说着宋杰的手臂 抬起头看着他 这一刻 他觉得对方身后都是光芒 他是大天使 背后的势力是圣城 其实那边我也不是很熟悉 沙家说道 这分身有你一半的实力吗 你真的要这样吗 沙家愣住了 你好 请问是宋人头教授吗 外面紧随着响起了一道声音 宋杰点了点头 然后去叫了莫凡和穆白过来 我要是不这样 就会有更多人丧面 宋杰的手掌搭在沙家的肩膀上 这个宋杰也知道 只是他没这么多时间了 宋杰马上点头 我对这边不是很熟悉 所以需要你带路 宋杰看着他 有什么事吗 沙家笑而不语 等了一会后 继续道 方便告诉我吗 去吧 沙家忽然道 我之前想去妖都找你的 可是一直没有时间 也不是不行 宋杰是相信沙家的 所以告诉他也没事 你说的都是真的 沙家确认道 送人头 那我就妖 穆白话还没有说完 莫凡连忙堵住了他的嘴 宋杰反问 不然我千里迢迢地 来这里干什么 我在这里等你 沙家看着 他意味深长道 我不过去 我的分身会过去 到了晚上 宋杰想出去逛一逛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妖魔课交给我 而当下就只剩下 魔法理论课和妖魔课了 这个灵灵 宋人头等于宋人头 这是打游戏输了 才给自己想的这个名字 随后 沙家带着他们去报道 然后在学校里面逛校园 不过这样很危险 但他可是获得 古老王空间能力的人 所以根本不怕 宋杰点头 这个不急 你什么时候有空 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我们现在先去哪里 木白开口问道 回到住处 他们纷纷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宋杰化落 分身进入了传送阵 随后被传送离开 分身拥有宋杰的全部实力 所以他在空间当中 也能运用自如 不受空间乱流的影响 这也是你变异魔法而来的技能吗 沙家觉得挺神奇的 所以好奇问道 宋杰点了点头 你还有像这样 这么神奇的魔法技能吗 沙家就想到好学的学生 继续追问道 很多 不过这都是我的底牌 不能外说 宋杰笑了笑 沙家应了一声 只能作罢 不过他非常好奇 只能等到时候再看了 你分身过去 你只能洞悉 那边发生的事情吗 沙家继续问 宋杰点头 他就像是另外一双眼睛 他那边看到遇到的事情 我这边也能收到 因为木白说得没错 所以他们起点确实有点难 安帝斯山脉 可是妖魔帝国 所以这里的妖魔 比昆仑山上的 要强大得多 宋杰接着道 冯周龙最近研究出了融合魔法 或许你会感兴趣 莫凡再次沉默 他没想到 是自己拖了全队的后退 木白 一个金币能折算多少美金 莫凡问道 现在他的眼里都是钱 杰哥 黑教廷那边 你有消息了吗 莫凡问道 就接这个 我们去安帝斯山脉走一圈 宋杰说道 会议结束后 宋杰三人走在了回去的路上 要是没有学员花金币买的话 那他们就算亏了 他教的是实践课 在实践中找出他们的缺点 不少人都非常感激他 宋杰没有这么多时间照顾这方面 所以他只能交给莫凡和木白去做 虽然给了他们一千金币作为打底 但他们每天都有属于自己的课程 全校魔法禁忌 在场的导师都微微一正 要是对安帝斯山脉 进行一次大清洗 或许他的召唤兽 也能发生值得变化 莫凡顿时沉默了 但挑选人参加全校魔法禁忌的事情 交给你们 宋杰说道 一千美金 因此 他们要花费金币去开设课程 宋杰回答道 那边已经在调查了 应该很快就有结果 导师又私会道 今天找大家过来 是因为全校魔法禁忌的事情 这样一来 他们必须对这件事重视起来 你先别激动 我们三个都是冒牌导师 能不亏金币 就已经很不错了 木白服饿道 那人选呢 沙家应了一声点头 后面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都可以说 与此同时 分身在安帝斯山脉 还发现了不少强大的妖魔 看来你需要一个可以解决 你问题的导师 宋杰回答道 而赫卡撒旁边的 则是斑驳的大王子 就是之前那个斑驳王子的哥哥 对于深奥的问题 他也回答不上来 所以只能是那些名师出手 只要有赚钱的机会 他绝对不会放过 到时候 可以帮月黄鹅再次提升 让他更接近小帝王敬见 过了半晌 宋杰将学员挑选完毕 他们都来到了墨凡和木白的面前 融合魔法 沙家听到后 两眼放光 这个词之前 他也了解过 不过却很让人难以置信 墨凡点头 果然杰哥出马 马到成功 此话一出 再多的导师 更是露出惊讶之色 2A09 BACE 7400 18 50 C9 墨凡突然道 不对 你是不是忘了 杰哥那边好像还不错 木白找到了宋杰 说正好有前往 安地斯山脉巡逻的任务 沙家更加好奇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怎么跟他好奇 宝宝一样 宋杰笑问 布兰切忘了过来 不过他并没有认出宋杰 毕竟他改变了模样 因此 宋杰打算在那里收刮一笔再离开 怎么办 可以 木白说道 一金币能兑换一千美金 墨凡和木白相识一眼 最后还是点头 这个交给我 宋杰在奥霍斯圣学府教学 收获了不少迷媚迷地 宋杰说道 课程的事情我来解决 所以 在人选方面 基本上没有问题 宋杰放眼望去 还看到了几个熟人 比如布兰切 以及在阿尔卑斯学府那里 见到的赫卡萨 同时 为了刚好地调动你们的积极性 导师获得一千的金币 之后得到的金币 也会折算到导师手里 导师佑斯会说道 宋杰点了点头 他也一直没有时间去见识一下 融合魔法的威力 所以 到时候也可以去一趟 接下来 你们需要挑选九名学生 然后进行魔法竞技 同时这次比赛 将会在全美洲公开进行 导师佑斯会继续道 不止我这边不错 木板那边也不错 宋杰回答道 而第八山岗那边 宋杰确实有了收获 因为 他已经接触到 黑教廷的核心人员 好在宋杰这边的人气还不错 所以只要他开设课程 很多人都会来 那岂不是说 只有我最差 莫凡愣住了 关于黑教廷的事情 我希望你可以帮我保密 宋杰说道 只是现在还不是收网的时候 所以还需要将所有人挖出来 才能展开行动 莫凡和木柏点头 宋杰知道时间很紧 所以他必须确定 黑教廷的位置在哪里 不然 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死去 而人群中 沙家也在其中 他听说宋杰招人 马上就举手参加了进来 之前在厦门给了海妖一次痛击 他不知道 海妖会不会继续入侵海岸线 所以 必须加快提升他们的实力 莫凡文言 突然更有动力了 他最缺的就是钱了 接下来的两天 宋杰和莫凡三人都在上课 同时也在调查黑教廷的事情 等我忙完 我马上就去一趟华夏 木柏点头 你还是有些先见之明的 宋杰说道 木柏 你帮我去问问 有没有前往安地斯山脉的任务 我们去那里调查调查 到了第二天 而这时 其他学府来参加交流会的导师 都在这里齐聚一堂 沙家笑着摇头 我对魔法非常痴迷 只是一直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木柏没有多问 他知道 宋杰去安地斯山脉 肯定有他的原因 人齐了 我们去安地斯山脉巡逻吧 宋杰说 莫凡和木柏点头 走在了队伍的前面 宋杰可是知道 这次黑教廷来了不少大人物 基本是都聚集在安地斯山脉里 撒冷 掌教无苦 黑钥匙 行刑场 总之 那些黑教廷的高层都齐聚于此 等待他一网打尽 虽然奥霍斯圣学府 靠近安地斯山脉 但他们一般都是徒步前进 所以也耗费了不少时间 他们抵达安地斯山脉 最先来到的是第一山岗 随后 宋杰等人 找到了第一山岗的负责人 你 但安地斯山脉的妖魔不同 他们是原住民 黑教廷的人不会怀疑 沙家也应了一声 那我先走了 嘖嘖嘖 果然是安地斯山脉啊 宋杰感叹 从三角封印口中得知 这里有两头小帝王 还有不少亚帝王和君主级 宋杰点头 是有一点发现 不过现在 还没有确定他们的位置 你们的任务 就是巡逻到第三山岗 第一山岗的负责人说道 宋杰和莫凡三人 来到了一处开阔的地方 那我们如何到下 一个山岗呢 宋杰刚要离开 沙家突然走了上来 那你呢 宋杰似乎察觉到了 蓝蝙蝠的不对劲 忽然皱起了眉头 接下来怎么办 木白看向宋杰问道 毕竟他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 所以多两个人帮忙 还是不错的 统领级的速度很快 至于蓝蝙蝠 这人本就是审判会的人 所以对方是自己人 原助理 他为了给莫凡和木白提供线索 以及不让黑教廷怀疑 现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时候的他 突然灵机一动 想到了更快和减少消耗的赶路方法 没一会 那头统领级 就乖乖地蹲下身子 任由宋杰来到他的背上 木白点了点头 转过身 看向宋杰和莫凡 他们这次来安地斯山脉 负责人说道 那些山岗负责人会告诉你们的 出发吧 他来的时候 并没得有让三角蜂鹰跟着 而是让他直接离开了 过了半晌 杰哥 路上小心 那些学员纷纷点头 一路走来 他们也累了 随后 宋杰召唤出了小颜机 让他问一下三角蜂鹰这里的视力分布 具体有哪些强大的妖魔 蓝蝙蝠顿时皱起眉头 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先过去 到时候再给你们留下记号 宋杰回答道 你们休息一会 我跟两位导师商讨一下路线 莫凡说道 莫凡和穆白相识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离开了队伍 宋杰一路朝着下一个第九山岗而去 三角蜂鹰无奈地当着宋杰的交通工具 他只哪里他就得飞哪里 所以 他只能用空间能力不断赶路 宋杰没有召唤冰皇蜂鹰 是因为黑教廷的人 可能知道冰皇蜂鹰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穆白开口问道 他说的光头正是无苦 同时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 正是黑教廷的长教 他通过无苦 然后找到其他人的位置 众人献此 也都松了口气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 宋杰来到了蓝蝙蝠的面前 当他发现 周围没有人跟着的时候 他立即封锁了这片区域 宋杰的身影 不断朝着安地四山脉深处而去 每次闪现都能出现在几公里外 小黑 你去控制那个光头 2A09 BAC1 7400 18 50 C9 当然了 这只是他唐塞沙家的理由 所以他说明身份 到时候 你们带着他们 一路向第九山岗去 宋杰说道 不过他也不急 因为他知道 黑教廷这边 还没有开始进行 所以可以慢慢来 这时 宋杰看到蓝蝙蝠离开了实验室 所以他马上跟了上去 好 这次黑教廷的事情解决了之后 就能来这里 收集金破和受魂了 宋杰的分身那边 有不少收获 因为他的分身 已经触及到黑教廷人员 过了一会 他悄悄地来到了分身的位置 宋杰抬起头 跟不远处的 飞鹰目光相碰 然而 就在他出现在一处空地之上时 突然被一道凶狠的目光锁定 而那些学生走上前 询问宋杰的情况 宋杰的声音传来 这次他来得比圆柱要快不少 因此 在时间上不用这么干 你要去哪里 蓝蝙蝠似乎察觉到了 可是当他发现时 已经动不了了 是这样吗 主席 宋杰就来到了黑教廷的根据地附近 这一事 宋杰不可能让他再次死去 所以 无论如何 都要救下对方 蓝蝙蝠看到宋杰时 也是一阵 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他 不过他转念一想 宋杰出现在这里也正常 因为情报是自己送出去的 那我先走了 宋杰话音一落 离开了队伍 他没有说话 想看对方接下来说什么 因此 只能让莫凡和穆白 吸引黑教廷的注意 然后他悄悄潜入 只是一直没有见到 黑药师和引渡手 以及撒浪 宋杰点点头 你们看好他们 要是开始行动 让沙家带着他们 黑药师他不知道是谁 但引渡手是颜秋 同时也是穆白的姐姐 而这时 宋杰也将小黑召唤了出来 莫凡和穆白点头 莫凡说道 你们宋老师 只是去前面探路 到时候就回来了 但要是带上 莫凡和穆白等人 他们接下来的行踪 就会暴露 而且 还找到了黑教廷的根据地 就连无苦和蓝蝙蝠也找到了 他现在可以感应分身的位置 所以 只需要通过分身 就能找到黑教廷的位置 宋杰是个讲道理的人 毕竟三角封鹰 确实是在用命争分夺秒 宋杰说道 我要去前面探路 到时候 你跟着他们两个一起 蓝蝙蝠听到封刺的时候 心里咯噔跳了一下 不过眼底的惊慌 一闪而逝 你发现黑教廷的行踪了吗 蓝蝙蝠欲言又止 因为他不能暴露身份 在他身上有某种诅咒 蓝蝙蝠行走在林间 宋杰则在后面跟着 沙家点了点头 宋杰每路过一个地方 都会留下记号 致引莫凡和木白过来 你身上有什么东西 宋杰看着他 蓝蝙蝠点了点头 我能做什么 宋杰猜测蓝蝙蝠身上 可能有撒狼给他的诅咒 或者什么东西 毕竟黑教廷最喜欢研究这种东西 比如之前的妄虫和暴毙独母 蓝蝙蝠虽然不能说话 但他抓来宋杰的手掌 在他的手掌上写着字 宋杰很快就知道 蓝蝙蝠想说什么 皱起了眉头 你让我离开 蓝蝙蝠点了点头 宋杰却摇了摇头 你放心 这次他们一个都逃不掉 只是无苦还是没有回话 甚至还坐了下来 还喝了口水 这是他觉得理所应当的事情 而眼前的蓝色披风男人 就是第三个 黑药师 蓝色披风男线 宋杰没有回答 有些着急地继续问道 撒朗有几个门徒 他献过的分别是有方少丽 还有蓝蝙蝠 宋杰点了点头 你见机行事 就这样过去两天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蓝蝙蝠在宋杰的手掌上写着 小黑已经控制住无苦 此时正在前往另一处地方 这时 无苦来到了宋杰的身边 就像是跟宋杰一伙的一样 无苦 原来在班罗城 宋杰说道 无苦那边已经去控制了 想必很快就能得到结果 他身为审判会成员 当然想抓住这些黑教廷 绳之以法 他们我会解决 不过你的事情我也会解决 宋杰认真说道 跟你说话呢 黑药师器不打一出来 怒道 报仇找那些人报仇不就行了 干嘛要杀无辜的人 他看着宋杰 觉得这个年轻人有些眼熟 不过现在 他已经抓到撒朗三大将中的两个 那个引渡手也逃不掉 即便抓不到撒朗 但至少也能让对方损失惨重 蓝蝙蝠不解 然而下一刻 一个披着蓝色披风的男人 出现在了宋杰的面前 至于其他人 只有撒朗才知道他们的行踪 宋杰问道 挖出更多的人 你知道黑药师和引渡手在哪里吗 难道来了 宋杰马上锁定到这人的气息 确保他逃不掉 宋杰说 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 才能解除你身上的限制 或许他知道 撒朗在哪也说不定 宋杰按道 不过他从对方的话 就能得到一些信息 这个家伙 绝对是撒朗的学生 撒朗就是叶娥 也就是叶星下的妈妈 所以 宋杰叫他一声岳母 也实至名归 蓝蝙蝠看着宋杰 沉默了一会 你休想 吴苦已经被小黑控制 他正朝着黑药师的方向 快步而去 吴苦没有说话 就这样走向了黑药师 按辈分来讲 他心中暗道 可惜不在安蒂斯山脉 不然就能一网打尽了 因此 他只能从黑药师这里得到答案 蓝色披风男问道 黑药师 老师让我来问你 计划怎么还没有开始 蓝蝙蝠继续在宋杰手掌上写着字 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就是保护好自己 隐藏好自己 到时候 我会帮你解除身上的诅咒 2A09 BAC1 7400 18 50 C9 不过 吴苦应该知道黑药师的行踪 毕竟他们两个需要配合 黑药师见词 眉头微皱地再次道 跟你说话呢 你要是耽误了撒朗大人的计划 你的下场会很惨 黑药师怒不可遏 他没想到吴苦竟然跟宋杰搞在一起了 虽然心里不相信 但眼前就是事实 宋杰说道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告诉我撒朗的位置在哪里 蓝蝙蝠摇了摇头 宋杰打晕了黑药师 然后让小黑控制他 看看能不能得到撒朗的信息 然而就在这时 宋杰突然发现有人靠近 直奔着临终的小窝而来 宋杰跟蓝蝙蝠见面时 就没有在意容 所以黑教廷的人都认识他 你是宋杰 虽然撒朗的身世让人觉得很可怜 但他的做法太激进了 而且 这诅咒一般人解除不了 所以你不用管我 尽量抓住他们 宋杰摇了摇头 他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 蓝蝙蝠的心依旧不变 黑药师和吴苦虽然都是抄接 但他们的战斗能力很低 所以根本不是宋杰的对手 看来你很嘴硬 宋杰从小黑那里得知 吴苦并不知道撒朗在哪里 蓝蝙蝠应了一声 黑药师转头 愕然的目光看向了宋杰 他从来没有现过这个人 因此 这人绝对不是黑教廷的成员 让当他反应过来时 他整个人都动不了了 怎么会 黑药师你想到 竟然会折在这里 这是撒朗在我身上下的诅咒 倘若我解除了这层限制 就会被他们发现 至于吴苦那边 他让小黑操控吴苦过去 倘若有什么发现 第一时间给他消息 黑药师负责配置药水 而吴苦负责下雨 所以 他们两个人肯定有联系 只是很遗憾 黑药师身上 并没有撒朗的消息 不过却有引渡手的消息 宋杰这边 依旧没有撒朗的踪迹 来到一个小屋 黑药师看了一眼吴苦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 蓝蝙蝠离开后 宋杰直奔着吴苦的方向而去 他换上黑药师的衣服 然后坐在屋子里 等待撒朗上钩 岳母难道一点都不着急吗 控制 蓝蝙蝠叹了口气 他还是觉得 撒朗那些人更重要一些 宋杰没想到 撒朗竟然还让人套路 这下难办了 宋杰不过多解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他可以为事业牺牲 宋杰摸着下巴 这个城市他也有了解过 就在安地斯山脉附近 你跟他说话没用 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他笑着道 这还多亏了无苦 若不是他 我也不会找到你 不过他也没有办法 现在能有个人接应 感觉还不错 毕竟之前他都是一个人 孤军奋战 蓝蝙蝠看着宋杰 不知道对方为何这么执着 宋杰分析到 撒朗的计划看不到进程 他可能会来这里 所以 只需要在这里等着就行 没办法 他迟早要暴露 所以只能勤住对方 再去寻找撒朗的下落 你不是黑药师 蓝色披风男 看着宋杰的体魄 他这时候才发现 宋杰和黑药师的不同之处 蓝色披风男 发现了宋杰的身份 但当他出手时 宋杰却没有给他机会 宋杰随手一个出阶离谱 蜕变六次的魔法袭来 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出阶魔法 基本上都是瞬间释放 而像宋杰出阶魔法威力 这么大的并没有 蓝色披风男全身是血 完全没想到一个 出阶魔法威力这么高 不过他很快想到了一个人 他惊慌道 你是那个宋杰 原来我这么出名啊 宋杰话音一落 随时紧盯着蓝色披风男 怕他跑了 然而蓝色披风男 确实也想跑 可是被这么盯着 他根本没有机会 好好配合 免受皮肉之苦 宋杰说道 只是蓝色披风男 并不想坐以待毙 但在宋杰面前 他根本翻不起一丝水化 没一会就被宋杰给制止住了 蓝色披风男半跪地面 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 小黑 宋杰话音一落 小黑再次浮现 直奔着蓝色披风男而去 蓝色披风男 还以为宋杰会审问他 却没想到会让个召唤兽来 你想做什么 蓝色披风男慌张地说着 可是宋杰根本没有理会他 很快 小黑已经附在了蓝色披风男的影子里 他也随之被控制 宋杰问道 他知道撒朗的下落吗 蓝色披风男摇了摇头 很显然是小黑操控 他给出的回答 宋杰沉了口气 没想到这家伙也不知道 但他已经坐了 就没有挽回的余地 看来只能硬着头皮坐下去 他也不想等 因为无苦和黑药师要降雨了 所以只能下手 倘若让他们降雨 很多无辜的人会死在这场战争当中 宋杰记得 黑教廷就是利用降雨 让那些叛军攻击城市 最后 让整座城都陷于危难之中 因此 宋杰既然知道 当然不会让这件事发生 一处城镇中 一个妇女正在看着上空 并没有任何要下雨的迹象 老师 一个二十多岁左右的女人 走了上来尊敬道 站在天空之下的妇女 正是黑教廷的撒朗 她叹了口气 脸色极其不好看 怎么了老师 那名二十多岁的女人 再次询问 撒朗说道 我们的计划要泡汤了 泡汤了 撒朗应喝一声 赶紧让所有人撤离 能挽回多少 就挽回多少 女人诧异着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老师 我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撒朗说 掌教和黑药师应该落网了 他们 怎么可能 女人难以置信 撒朗脸色阴沉 他们应该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降雨 至今未知都没有动静 应该遇到了麻烦 要不要去 安德斯去了 一天都没有动静 女人更加不可思议 要知道 安德斯的实力 绝对在他之上 那人会是谁 却连黑药师也没有 他可是知道 黑药师什么不强 逃跑能力绝佳 除非两者之间的实力 悬殊太大 我应该知道是谁了 撒朗看向 安蒂斯山脉的方向 喃喃道 是谁 除了那人 还有谁会找我们的麻烦 撒朗咬牙切齿 恨不得将宋杰给活剥了 您是说 宋杰 女人没想到 宋杰竟然追查到了这里 这时 撒朗的脸色 变得更加凝重 蓝蝙蝠也没了 因为 他在蓝蝙蝠身上的诅咒没了 对方要么被杀了 要么诅咒被解除了 马上撤退 所有计划全部取消 撒朗力声道 当下 他的属下差不多都被宋杰一网打尽 要是再不离开 老底都没了 一片林子中 宋杰已经帮蓝蝙蝠 驱除了他体内的诅咒 真的可以 蓝蝙蝠难以置信道 宋杰笑了笑 他的光细 完全可以净化蓝蝙蝠身上的诅咒 因此 诅咒类的魔法 对他根本没有用 谢谢 蓝蝙蝠由衷道 宋杰点点头 黑教廷的掌教无苦 还有黑药师 我都已经抓获 至于撒朗 他没有出现在这里 所以我也没办法确定他的位置 蓝蝙蝠看着他 你已经很厉害了 这样一来 撒朗损失惨重 想要重整旗鼓 恐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宋杰点了点头 你也应该回归之前的生活了 蓝蝙蝠应了一声 但还是有些放不下 不过他也没有说 宋杰说道 我已经通知审判会那边了 他们会派人过来支援 蓝蝙蝠点点头 不过在此之前 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宋杰忽然说道 什么忙 我发现了审判会中的卧底 所以需要你帮我揪出他们 宋杰说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蓝蝙蝠诧一道 即便是他 都不知道黑教廷那些卧底是谁 因为黑教廷的名单 都在引渡手手里 只有他知道 谁是自己人 这是我的小道消息 一时间跟你解释不清楚 宋杰说道 蓝蝙蝠道 没事 你让我怎么做 就怎么做 莫凡和穆白 最先来到了这里 他们看到 地上被抓起来的黑教廷 都朝着宋杰 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杰个牛逼 莫凡说着 便看向了一旁的蓝蝙蝠 这位是 他叫蓝蝙蝠 是卧底在黑教廷的人 宋杰解释道 到时候你们跟他 他跟莫凡和穆白说 揪出内奸的时候 他们两人仔细地听着 宋杰知道援助 所以他知道 谁是黑教廷内奸 只要蓝蝙蝠 跟那些黑教廷的人碰面 对方肯定会露出马脚 到时候 莫凡和穆白在联手对付 对方肯定逃不掉 解决这些后 宋杰并不想继续留下在这里 因为他还有别的事情 他要去搬罗城江 引渡守延秋给抓住 这样一来 撒朗三个大将就全部落网 到时候 他想作乱就难了 因为安地斯山脉这边一直没有动静 颜秋这边也在等待消息 他们黑教廷 准备在这里谱写新的篇章 再次打响撒朗的名号 颜秋站在阳台上 风韵犹存地看着远处 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时 一个黑衣人走进屋子里 来到了他的身后 那边有情况吗 颜秋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我这边没有收到撒朗教主的消息 那个黑衣人摇了摇头 颜秋道 我们的计划是今天实行 但那边没有动静 所以肯定是出事了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黑衣人询问 颜秋脸色凝重 先撤退再说 黑衣人点头 转身离开了这里 颜秋收拾了一下 从后门离开 可是正离开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宋杰笑道 美女留下来聊个天呗 颜秋愣了一下 不过他确定 宋杰没有陷过他 所以拒绝道 不好意思 我有要紧的事情要离开 我们下次再约 宋杰说道 这恐怕不行 要么你跟我走一趟 要么我打晕你 你再跟我走一趟 颜秋精致地额头皱了皱到 看来你已经 他话音一落 想要快速了解自己 可是宋杰怎么会给他机会 刹那剑 颜秋突然动弹不得 自杀的动作停了下来 你虽然想死 但我可不会让你得逞 宋杰话音一落 将小黑召唤出来 我需要他身上的名单 小黑应了一声后 直奔着颜秋而来 然而颜秋却很是惊讶 他不知道 宋杰是如何知道 他手上有这东西 而且 他还找上门 说明对方已经掌握了 他的一举一动 但他的行踪 只有几个人知道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难道是黑钥匙 只是现在他还没来得及想什么 身体顿时被小黑 潜入他的影子 对他进行控制 随后 宋杰在小黑的帮助下 从颜秋身上 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有了他 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宋杰说道 之后 他马上联系上唐忠 将得到的信息告诉了他 得到这个信息 华夏肯定会行动 他们一个都逃不掉 唐忠得到信息后 首先就是先清理内部 才一天的时间 那些人全部被找出 没有一个能逃得掉 宋杰 莫凡和穆白等人 也回到了奥火司圣学府 卧槽 这次真是干了一件大事 莫凡惊呼 虽然没有他什么功劳 但看到对方如此损失惨重 他心里是无比高兴了 只是可惜的是 撒朗没有出现 杰哥 你也太牛了 莫凡再次惊呼道 宋杰不仅解决了三大猛将 还摧毁了一场即将发生的危机 与此同时 他得到的情报 也让藏在华夏的蛛虫 无处遁形 虽然主谋没有抓到 但这一下肯定能让 撒朗气的脸都绿了 莫凡笑道 穆白也点了点头 这次算是重创黑叫停了 今晚 我们必须好好庆祝一番 莫凡说道 到了第二天 宋杰三人如期而至 继续开始着课程 他们想离开的 不过他们的身份是导师 要是这样离开的话 可能就会被别人误以为逃跑了 这样一来 他们就丢了华夏的脸面 因此 冷清那边建议他们 继续待在奥获斯圣学府 他们现在正在寻找撒朗的行踪 倘若能找到 或许还需要他们帮忙 所以 宋杰三人 只能继续待在学府里 过着枯燥的生活 就在宋杰路过一个湖潭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布兰切 宋杰走了过来 来到了对方的旁边 布兰切也察觉到了宋杰靠近 他看了眼 缓缓地笑道 你怎么也来奥获斯圣学府了 你怨出我了 布兰切道 你虽然改变了样貌 但以我对你的熟悉程度 你骗不了我 宋杰笑了笑 果然是布兰切老师 布兰切没有说话 忽然想起了 之前跟宋杰做的那些事情 脸颊上 布兰染上了一抹飞红 他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么羞耻的事情 布兰切老师 你怎么也来奥获斯圣学府了 我来这里 不单单只是为了教学 而是为了五千多个孩子 随后 布兰切将这里的情况说了出来 他们阿尔卑斯学府 在国外有很多分院 但是因为海妖作怪 好多分院都不能再进行下去 因此 他们当中有五千多个孤儿媒 有地方去 所以 他想让奥获斯圣学府 伸出援手 可是他们没有 因此 布兰切正为这件事发愁 这件事我可以解决 宋杰说道 你可以解决 布兰切听到这话 顿时燃起了希望 宋杰点了点头 你应该调查过我吧 我有一座宁雪城 布兰切应了一声 想听宋杰接下来要说什么 宋杰说道 那些孤儿我都可以收养 然后将他们养大成人 闻言 布兰切激动地抱住了宋杰 谢谢 不过我有个前提 我收纳他们之后 他们不会再属于你们阿尔卑斯学府 宋杰说道 没问题 他们阿尔卑斯学府 本来就是帮助孤儿 至于其他的都没有想过 宋杰能收纳五千多个孤儿 对他们而言 绝对是援助之手 然而宋杰这么做 也有自己的原因 他也想培养自己的班底 更何况 这样都是孤儿和不同国家的人 所以非常适合对外输出 等宋杰将他们培养长大之后 绝对能成为宁雪城一大助力 至于钱的问题 基本是不用愁 这次他帮助审判会 抓了这么多人 这些钱都足够将这些人 养大成人 宋杰也不会强制他们 只要他们想离开 他也可以让他们离开 布兰切听到这话 心里倍感欣慰 谢谢你宋杰 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布兰切老师 这样的谢谢 是不是太敷衍了 宋杰笑着说道 看着宋杰的笑容 布兰切又想起了之前那件事 脸颊更红了 布兰切老师 我们这么久没见 是不是该叙叙旧了 宋杰说 布兰切根本不敢说话 他就像是一只绵羊 被宋杰这只大灰狼 虎视眈眈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布兰切丢下一句话后 离开了这里 宋杰看着他的身影 可不想这么放过他 因为想要下次见面 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夜黑风高 布兰切刚洗完澡 就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坐在沙发上 你怎么来了 布兰切明知故问地说道 宋杰站起身 自顾自地走向了布兰切 揍到他的耳边轻声道 当然是来找布兰切老师 好好玩一玩 宋杰 布兰切面红耳赤 听到玩这个字 心脏就跳个不停 太羞人了 之前 他从来没对想过这种事情 但因为跟宋杰做了那种事之后 脑子里时不时 都会浮现那种事情 布兰切正想说什么 宋杰凑过来 稳住了嘴唇 嗯 两人抱在一起 不停地在对方身上索取 布兰切感觉很奇妙 有了第一次 就想第二次 而这时他突然被宋杰抱起 朝着卧室走去 布兰切紧张地攥住宋杰的手臂 有些害怕 又有些期待 宋杰将布兰切 放在柔软的大床上 揉了揉他的脑袋道 别怕别怕 布兰切此时 就像是一个小女人一样点头 任由老司机宋杰摆布 他看着宋杰游动 感觉一点点浮现 让他生出了一种 难以掩饰的感觉 此刻的他 有种渴望 宋杰觉得是时候了 轻轻地低下身子 轻 会的 一夜过去 第二天早上 布兰切已经不在床上 而是去给宋杰买了早餐 宋杰醒来时 洗漱后 跟着他一起吃早餐 布兰切还是不太敢看 宋杰的眼神 甚至有时候看多了 还会脸红 不过宋杰觉得很可爱 虽然布兰切比他大 但韵味十足 而且 还是一朵没有盛开过的花 别看了 快看 布兰切被看着有些不自在 催促宋杰道 宋杰笑了笑 吃着手里的早餐 吃完之后 布兰切才问 关于五千多锅儿的事情 昨晚我已经跟我的人打招呼了 他们去那些国家 带他们回去 宋杰说道 布兰切点头 有什么忙我们能帮上的 你可以尽管说 这个可以有 就是我们那边的老师有限 我需要你们阿尔卑斯学府的学员 来我们宁雪城当老师 宋杰提议道 这个可以 布兰切点头答应 因为有很多学员毕业之后 不知道做什么 正好给他们安排 同时 他们也可以通过任务和考核的兴致 让他们到宁雪城教学 宋杰点了点头 教育方面算是解决了 至于学校方面 宁雪城已经在动工了 等他们回去的时候 也差不多完成了 只要有钱 那些土戏法师 可以给你拼了命地干 所以时间上来得及 毕竟5000多个人 想要陆续运回去 也需要时间 接下来的几天 宋杰和莫凡 一直在培训学员 因为他们 都要参加不久之后的比赛 经过修炼 他的混沌系 突破到了超阶第二级 亡灵系 也修炼到了高阶第二级 定 恭喜宿主 超阶魔法混沌系技能 混沌秩序 混沌镜向离谱 蜕变第一次 变成更高一级的 混沌秩序 混沌境遇 深处混沌秩序 混沌境遇当中 镜向释放出来的魔法 增幅百分之百 那就是 镜向复刻的魔法 有两倍增幅 宋杰摸着下巴 自己理解到 混沌系的高阶魔法 踏印之章也是复刻 不过跟混沌境面相比 两者之间 还是有所不同的 踏印之章的容纳范围 比较小 顶多高阶魔法 到超阶魔法之后 踏印之章 就完全复刻不了 因为超阶魔法太庞大 所以踏印之章 承受不了 超阶的毁灭能力 但超阶的混沌境面 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完全可以 复刻超阶魔法 老师 我们来了 不一会 几个学员来到了他身旁 宋杰说道 所以说 你们身上的还缺什么 他准备去一趟安地斯山脉 这次去那里 就是为了解决 安地斯山脉的妖魔 这里面可能拥有两个小帝王 所以不拿白不拿 而宋杰 也想将奥获斯圣学府的学员挖走 毕竟林雪城需要发展 所以 现在是需要人才的事情 只要不做兼犯科 他们一样可以获得自由 只需要到时候 明雪城有麻烦 他们能回来就行 我的伙系 缺少一个魂众 卧槽 你敢开出这样的条件 满足 宋杰直接点头 一个魂众也就是一个 统领级金破的事情 大不了 他可以卖一个君主级金破 到时候 可以换几个魂众 老师 真的可以 波林眼睛亮闪闪的 当然 你们想要什么都可以说 不过只能是对 接下来的比赛有益的 宋杰说道 老师大窃 波林给点赞 胸前的巨无霸 不由自主地动了一下 宋杰说道 快点说 你们老师要出去一趟 帮你们收集物资 我我我 众人开始争先抢后 连魂众都能满足 他们怎么可能错过这个机会 宋杰记下了他们的要求之后 交给莫凡和穆白他们 进行训练 而他则是一头扎进了 安底斯山脉 只是才进入 一道身影 却出现在他面前 沙家 宋杰没想到 沙家竟然也来了 安底斯山脉 不过他知道 对方是为他而来 沙家走了过来 缓缓说道 圣城已经准备 要对付你了 宋杰点了点头 这点不用猜都知道 沙家提醒道 出手的人会是米加勒 所以你要小心了 这家伙很强 沙家 之前我都没有问你 你好像 被圣城请熟悉的呀 宋杰明知故问 沙家扯谎 我在圣城有认识的人 你说谎的样子 还蛮可爱的 宋杰笑道 沙家皱紧眉头 宋杰说道 不管你什么身份 我们永远不会是敌人 我说的 沙家看着他 心里五味杂陈 随即道 我跟你说圣城的事情 你跟我说我们的事情 你是不是心有点大了 宋杰说道 一个米加勒 还奈何不了我 就算是两个 也一样 给我点时间 到时候我让圣城也知道 惹我的下场是什么 沙家看着 宋杰坚韧和自信的脸庞 一时间竟然相信了他的话 只是 真的有人可以跟圣城对抗吗 不过还要谢谢 你为我通风报信 只是不知道 有什么可以报答的 以身相许可以吗 宋杰打趣道 文言 沙家脸颊不由红了起来 什么以身相许 你在乱说什么 宋杰看着沙家紧张的样子 觉得更可爱了 无以回报 只能以身相许啊 这是我们华夏的传统美德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胡说八道 沙家红着脸 转身离开了 宋杰看着沙家离开的倩影 笑了笑 继续朝着安帝斯山脉飞去 宋杰用了两天时间 得到了不少惊魄和受魂 有了这些材料 月娥皇完全可以踏入小帝王 而敖拜也是一样 同时也因此 流传出了许多安帝斯山脉的传闻 特别是奥获斯圣学府 已经传得纷纷扬扬 你们听到安帝斯山脉的惨叫了吗 听说两头小帝王打架了 何止 有人还特地去看了 听说那场面十分惨烈 不止如此 还有个人类也参与了 但那个人很可能已经没了 众人议论纷纷 但都不明白安帝斯山脉的情况 宋杰第一时间并没有回奥获斯圣学府 而是先去了一趟附近的城市 赵满言已经将东西全部买来 而他也花了两个君主及金破 有了这些 他招募的这些学员的实力 肯定能提升一大截 老师回来了 波林见到宋杰回来 马上过去熟练地抓住他的手臂 往自己的胸口上送 其他人也望过来 他们都期待 宋杰能不能给他们带回来那些东西 老师 李奇笑着走来 他是奥获斯圣学府的优秀学员 之所以跟着宋杰 也是因为宋杰直接表明了身份 毕竟宋杰在世界学府之争的表现 让他将宋杰当成了追逐的偶像 这些都是给你们带来秘密武器 自己拿去 宋杰拿出了之前答应的东西 众人看着宋杰手里的东西 正是自己需要的魂众 以及其他材料 有人惊呼道 有了这些材料 我的召唤兽绝对能晋级亚军主 我有了这个魂众 完全可以甩他们几套剑 我也是 宋杰点了点头 这样一来 接下来的比赛 他们就更有把握了 也不知道总教官那边搞好了没有 宋杰也期待第二只小帝王王灵 与此同时 他也想再次进入奥鲁纳他们家族的那个空间 那个地方肯定还有别的宝物没有找到 要是还能找到跟古龙那样的海骨 那就赚大发了 他王灵系月将 就代表着能契约更多强大的王灵 因此 宋杰很需要那些沉淀了上百年的海骨 只有沉淀上百年的海骨化作的王灵 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性 同时也更强 到时候 埃及也能再去一趟 宋杰说道 埃及金字塔那边有提升王灵的宝贝 高阶王灵系跟高阶召唤系差不多 他们分别可以召唤王灵朝和寿朝 所以 宋杰可以利用金字塔的古老王权 去提升整个王灵军团的力量 要不把古老王的八方王军给搞过来 宋杰摸着下巴沉思 那些都君主级 而是都是生存了不少时间的亡灵 晋级空间很大 要是能搞两个过来 然后再将他们培养成帝王 或许也不错 只是不知道 总教官乐不乐意 宋杰知道古老王这个位置不能空缺 要是空缺千上万亡灵怎么办 而展空就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只要等到自己可以容纳整个亡灵 到时候 对方也可以退休了 要是对方想一直做 那他也可以不要 直接交给展空就行 老师 你在想什么 玻璃走过来高兴的 没什么 看到你们高兴 我也高兴 宋杰说 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 宋杰并不打算参加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五千多孤儿的运输 这次宁雪城派来的人 是于诗诗等人 宋杰跟他们见面后 然后商量将这些孤儿 运回华夏的事情 包机能做到吗 可以 不过包机的话 可能需要更多支出 钱不是问题 我们要将他们 当做家人一样 宋杰说道 于诗诗点了点头 他看宋杰的眼神都变了 他也是孤儿 知道孤儿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非常明白 这些人的处境 这件事我去办 那就交给你了 我还有其他沿海城市要去 飞机的事情你安排 宋杰叮嘱道 我们集团跟国外的势力有合作 飞机方面 他们可以搞定 于诗诗说道 这样就更好了 宋杰点点头 倘若将这些人培养起来 他们也会成为宁雪城 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来之前 慕宁雪也跟他们 说了此行的目的 所以于诗诗知道其中的道理 宁雪城在建立之后 就已经开始 收留那些孤儿 给予帮助的同时 也让他们重新选择的机会 因此 宁雪城的威望 也在不断提升 对了 我在奥霍斯圣学府 还招了几个天赋不错的学员 你到时候可以跟他们接洽一下 宋杰将那几个人的名单 给了于诗诗 于诗诗没想到 宋杰来奥霍斯圣学府当导师 居然还给宁雪城拉人头 我知道了 于诗诗点了点头 有事联系我 我先去下一站等你们了 宋杰话音一落 离开了这里 当他到下一站时 迎接他的人正是海地 你来了 宋杰应了一声 没想到是你来接我 海地说道 没办法 这件事对这里的孩子影响太大了 我们要是不来 真的没人管了 宋杰点了点头 带我去找他们吧 我的人明天就会到 海地也点点头 你跟我来 不一会 他们来到了孤儿收留所 宋杰看着那些孤儿 他们坐在一起 沉默着 气氛都很压抑 这里的人太多了 要不是你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排他们 海地攥紧拳头 倘若不是海妖 我们的收留所 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宋杰说道 这些海妖确实太猖狂了 到时候 我会给他们一个教训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匆匆而来 顿时来到了海地的面前 海地首席 不好了 海妖又来了 海地眉头微皱 没想到 海妖在这个时候过来 赶紧通知下去 让所有人开始撤离 是 那人离开后 连忙招呼其他人组织撤离 海地苦笑 海妖现在越来越嚣张了 他们已经占领了许多陆地 没想到这么快又来了 那些海妖什么级别 宋杰询问 我听闻是一头君主级的海妖 有抄街法师出手 可是都被斩杀了 海地摇头说道 不是他们不想出手 是因为海妖太将了 以至于他们也束手无策 宋杰说道 我先帮你们撤离 然后再去解决那头君主级海妖 海地见到宋杰帮忙 也露出了喜色 谢谢你 跟我还客浅 宋杰说着 拍了拍海地臀部 比之前更有弹性了 海地面红耳赤 瞠怒地刮了一眼宋杰 走吧 宋杰说着 跟着他们去转转那些锅 因为沿岸有不少城市被摧毁 所以不少人也在这个时候转移阵地 宋杰跟着人群 发现了不少法师也在集结离开 过了将近三个多小时 他们才停下来休息 而在这时 不少穿着同一服饰的法师走了过来 海地献宋杰诧 便开口解释道 他们是褐色军团的人 褐色军团 宋杰听着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因为这边的官方不坐位 所以 他们联合在一起准备起义 海地解释 而这时 宋杰忽然想起了什么 之前 黑教廷就是利用褐色军团 爆发了一次巨大危机 褐色军团的位置在哪里 宋杰追问 你想做什么 他们是因为无家可归 和官方不坐位才起义 所以只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他事情就迎刃而解 宋杰说 其实 他只是不想更多的普通人受到伤害 倘若褐色军团 发动对官方的起义 到时候很可能会有更多的功 这是他不想看到 以及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知道他们在哪里 等会我带你去找 海地说道 他们也不想战争爆发 因为阿尔卑斯学府主张和平 不想更多的灾难出现 黑教廷原本想利用褐色军团的 不过此时 他们的计划已经被摧毁 所以 褐色军团这枚棋子 已经没有用了 而褐色军团的大本营正好在这边 所以 海地带着宋杰 很快找到了他们 你们是谁 这里不允许外人靠近 有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我是阿尔卑斯学府的首席海地 我们来找你们的首领 海地说道 阿尔卑斯学府他们听说过 所以他们礼貌地回了一句 然后进去找他们首领 不一会儿 那个去通报的人走了出来 让他们两人进去 宋杰和海地进去 没一会就来到了一个会议厅 里面正坐着一个表情严肃的男人 还多亏了你们阿尔卑斯学府的协助 不怕我们这么多平民撤退起来 还不一定能这么快 坐在主位上的褐色首领南卓说道 海地点了点头 我过来找你 不是因为我 而是他想找你 南卓看向宋杰 眼中很诧异 却还是问道 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要暴动 而且目标是班罗城 宋杰说道 闻言 南卓忽然一正 不知道对方从哪里得知的 我知道你想跟黑教廷合作 不过我建议你打消这个念头 宋杰说道 他之所以没有直接动手杀掉南卓 第一是因为他还没有发生暴动 第二是因为对方是沙家的哥哥 打消这个念头 你知道他们多过分吗 他们想让我们喂海妖 南卓变得激动起来 宋杰说道 我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南卓不屑 解决 你怎么解决 你知道那海妖有多强大吗 海地见到南卓很激动 便开口打断两人的交流 我可以以我阿尔卑斯学府首席的身份保证 他能解决这个难题 南卓微微一正 没想到海地会这么说 我来这里是 为了跟你好好说话 而且是来通知你的 你要明白 宋杰不想跟继续他废话下去 因为海妖已经开始入侵了 所以他要快点过去 别以为你是海地的朋友 就敢跟我这么说话 我都是看待他 南卓话还没有说完 双腿突然不自觉地跪了下来 怎么会 南卓难以置信 他分明没有看到任何释放魔法的诡计 你要是想死 我也可以成全你 宋杰走过来 每一步都带着几大威压 南卓这时才明白 原来是眼前这个年轻人出手了 他有点喘不过气 整个人都在颤抖 连忙挤出三个字道 我知道了 宋杰收回空间威压 南卓瞬间倒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我先走了 宋杰并不想再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就是在浪费金破 南卓咳嗽了两声 望着海地问道 他是谁 他叫宋杰 你最好别惹他 否则 你的下场会很惨 海地丢下一句话 也离开了这里 南卓心有余悸 要不是对方松手 他刚才可能已经死了 海地跟上宋杰步伐 询问道 需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宋杰摇了摇头 我快去快回 注意安全 宋杰笑了笑 拍了拍海地的肩膀 他唤出冰黄风鹰 直奔着海上而去 而这时 不少人发现了宋杰朝着海上而去 有人问道 大人 这位大人去哪里 他去帮你们击杀海妖去了 用不了多久 这里将会恢复平静 海地说 真的吗 众人闻言 脸上都露出了惊喜之色 他们一直都在迁移 不知道还要迁移到哪里去 甚至 有些亲人已经葬身在海妖口中 他们筋疲力尽 看不到希望 都有些不想逃了 而海地的话 似乎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 没过多久 击杀海妖的事情 传得沸沸扬扬 他们都在期待着 这时 宋杰已经见到了蔓延而来的海水 同时察觉到了不少海妖气息 海水不断蔓延 倘若不去阻止 用不了多久 他刚才来的地方 也会被淹没 宋杰跳往海面 看来是大君主 怪不得那几个抄接法师 不是对手 大君主 一般的抄接法师 可不是对手 不过对于宋杰而言 这只是小问题 也不知道 这次能有多少金破收入 宋杰打算让阿帕斯控制他们 然后让海妖带着他 找出其他的海妖 这一招屡试不爽 就在宋杰沉思时 海面突然暴动 一层又一层的巨浪不断袭来 很显然 那个君主即坐不住了 来得好 这次宋杰不打算用召唤兽解决 而是化作恶魔 直奔着水下而去 那君主即海妖 是一头八爪鱼 他在水底想反抗 却被宋杰直接断了七爪 他怒吼着 但挨了宋杰两拳之后 马上安静了 宋杰将他丢出水面 墨星八爪鱼 已经没有脾气 动都不敢动 他叮嘱到 将你的手下召唤过来 墨星八爪鱼不敢不听 生怕宋杰马上宰了他 宋杰藏了起来 等待其他妖魔的到来 没过多久 他的手里又多了不少统领及惊魄 墨星八爪鱼瑟瑟发抖 他从来没有陷过这么钓鱼的人类 阿帕斯 宋杰话落 阿帕斯慵懒地从契约空间出来 他打了个哈欠 可是这时 宋杰巴掌袭来 拍在了他的嫩屁屁上 啊 阿帕斯瞬怒地瞪了眼宋杰 你干什么 一天到晚睡觉 能不能好好修炼 宋杰里直气壮道 阿帕斯不敢顶嘴 生怕宋杰再给他来一下 我给你提升实力 你控制他 找找其他海妖 宋杰说道 有我的份吗 阿帕斯望了过来 期待道 宋杰说道 你要是干得好 肯定有你的份 马上 阿帕斯听到有自己的份 干起活来 更加卖力了 有了墨星八爪鱼指引 宋杰和阿帕斯 马上就找到了其他海妖 那些海妖 哪里是宋杰的对手 才过了一两个小时 周围海域的罪魁祸首 全部被他击杀 宋杰收走了他们的尸体 离开了海域 这次 他杀了三头君主级妖魔 还有十几头统领级 统领级还不错 爆出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惊魄 因为宋杰杀了 君主级的缘故 浪潮也骤然退去 没有再入侵陆地 原本海地等人就要离开 前往下一个落脚点 却有人匆匆跑了回来 首席 回来的人 正是阿尔卑斯学府的女学员 怎么了 海地看着对方满头大汗的样子 有些不明所以 海巢退了 女学员笑着说道 你说什么 海巢退了 海地一正 没想到宋杰这么快就解决了 海巢退了 他们就不用再转移了 不仅我们这边的海巢退了 东城和西城的海巢也是一样 此话一出 在场听到的众人都激动起来 海巢退了 那我们是不是不用继续逃了 他好了 就在众人惊喜之余 不远处 宋杰和阿帕斯 已经出现在众人面前 听到宋杰回来了 南卓等人也带人走了出来 他想看看 对方是不是真的可以解决 这次海妖入侵事件 就是他 他之前 说去击杀海妖 那海妖退了 肯定是他做的 他一个人 真的能击杀那头君主机海妖吗 众人议论纷纷 也在这时 宋杰将那三头海妖的尸首丢了出来 我的天啊 他们看到这三头君主机的尸体 整个人都被吓得后退了几步 我见过这头 就是他摧毁了我们的城市 有个人惊恐说道 我也见过 就是他 那些人说着 走过去狠狠地踢在妖魔的身体上 还我欺人的命 南卓猛住了 这么多抄劫法师都解决不了的事情 竟然让对方解决了 还好之前没有冲动 要不然可能就没了 你是我们的英雄 谢谢你救了我们 谢谢 他们纷纷望着宋杰 然后跪了下来 宋杰扫视着他们 随后让他们起身 他走向了海地 还有更强大的妖魔吗 海地摇头 我也不知道 宋杰转头看向南卓 继续问道 你那边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南卓马上摇头 我这边只知道君主级 在官方那边也没有听到 还有其他强大的海妖入侵 宋杰应了一声 看来这次的危机 就是他们造成的 因为他击杀这三头 君主级的时候 也让阿帕斯询问了 他们背后有没有操控者 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所以他也只能作罢 既然这边也说了 那就是说 这次海妖入侵 也不过是在试探罢了 看来现在海岸线的情况 还是比较严重的 宋杰说道 海地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这段时间 被海妖入侵的国家 都有十几个 听说 你们华下的厦门 也被海妖入侵了 宋杰应了一声 那次我去了 收获不错 海地知道 宋杰的收获不错 指的是什么 反正吃亏的不会是他 于是施等人 提前来到了这里 还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食物 也因此 整个黑夜里燃起了篝火 众人欢歌载舞 庆祝海妖退去 宋杰和海地等人聊天 而南卓也在一旁 这可是一位狠人 他不敢怠慢 只是这时 沙家的身影 出现在了人群当中 并且直奔着南卓而来 宋杰转过头 刚好看到了沙家的身影 你怎么在这 沙家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宋杰 宋杰回答道 我来这里帮忙 南卓看得出 宋杰跟沙家认识 顿时松了口气 沙家快过来 退了海妖 拯救了我们所有人 沙家一脸猛 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 他来这里 好像是帮助南卓争权的 只是现在的局面 好像有点诡异 哥哥 沙家看着南卓很是费解 南卓将之前的事情 告诉了沙家 这时他才明白 原来是宋杰阻止了 事情的发生 其实他也不想 南卓发动叛变 毕竟要是失败 到头来可是死罪 但南卓怎么说都不听 这下好了 对方变得老实了